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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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们定制食谱 他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大爷您好 打扰您 打扰您 真像 您有时间下午来我们实验室 我们给您做一个身体体检 够强 够强 走 走 走 别哭 别哭 不好意思啊 咋又失败了呢 他们会为志愿者定制怎样的方案 咱们一会儿就会请叔叔阿姨去做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检查 打鱼炸肉都不能吃了 对 最最好 最棒好 半年不能瘦不能瘦 瘦我回头 我已发风包 我已发风包 最炫农科生 精彩 马上开始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最炫农科生 我是张超 这期节目呢 我们依然是在美丽的中国农业大学 依然是和最接地气的农科学子一起 把农科知识炫起来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三位啊 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他们了 再介绍一下 长思远 刘毅杰 苏晶晶 分别是两支参赛代表队的队长 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交互吧 大家好 大家好 她叫长思远 她是刘毅杰 她巨蟹 我双子 她97 我95 她是我师哥 我是她师弟 好的 儿师弟 好 这么正式的场合 你还占我便宜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研究小麦的新农人 由于我们研究方向一致 平常我们都一起做实验 但是我最怕的就是 她去温室照顾材料 只要天气不错 她一定会找一个地方蹲猫 宿舍里的猫粮都是她的诱饵 学校里边的猫快被她撸遍了 我强烈建议校园里的小动物们 都下个反诈APP 别看我们天天蹲实验室 日复一日地做实验 其实我们经常到楼下的活动 是运动运动 不过我师兄每次找我打乒乓球 我总找点借口拒绝他 因为我做了一天实验了 真心不想老低头捡球 所以我总是找他去网球场 毕竟在网球场上 我能找到点空场的感觉 我是苏静静 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2020级 新化专项一般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因为专业的原因 平时也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品鉴美酒 当承车有光泽的美酒 倒入杯中 和谐纯正的果香 橡木香悠然入鼻 便能给我带来一天的幸福感 同时也能让我感受到 葡萄酒品质的醇厚和丰满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是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的一句话 有了目标就要全力以赴 这句简短有力的话 也一直激励着我之后的学习和生活 上一期节目当中两队的队员们 他们是八线过海各显其能 带着我们了解了关于食品加工的方方面面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那我们两个队谁好呢 下面呢我宣布啊 我觉得表现更好的这个队呢 应该是我们队 诚哥 我就先问你 我们去哪了 咱们去吃吧 吃的香不香 吃的好不好 特别好 那我们队是不是表现得更好一点了 可以可以 我觉得不行 不能败落 诚哥你看 我们农学生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做实验 要学知识 脚踏实地 要学知识 您看看您学到了多少 而且今天一这么高把上的实验 去其他地方就学不到 只有在这儿能学到 你看我活了三十多年 我第一次下地资源带我去的 我的第一次都给了资源 所以我宣布 我觉得表现更好的一个团队应该是 现在这个答案还不能揭晓 因为呢 属于两个代表队 还有一项共同的任务 是保演组布置给大家 需要我们共同来完成 那就是需要两支代表队 都下到一个村庄里面去 随机找到三位志愿者 结合他们各顺的身体健康情况 为他们量身定制健康食谱 这就是两支代表队 接下来一决胜负的终极一战 行 准备好了吗 好 那这任务咱要咋做呢 你说我们组三个都是学农学的 平常也没有定制过什么食谱 其实我觉得我们组 可能这方面会稍微上手一些吧 要不我们组来定制食谱呢 行啊 我们让云姨跟你们一块定制食谱 行 云姨也不错 对 咱们一块合作一下是吗 找志愿者的话 就咱两队一起找 对 食谱的话就你们说了算 行 可以 好 看来两个队之间是又有竞争 又有合作 但是呢 最后还是要把任务给完成好 行 现在任务都明确了吗 明确了 好 明确了 那我们就各就各位准备出发 行 出发 好 我们现在呢 最炫农科生的三组人马 都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好了 刚才呢 我们已经分好了组啊 比如说呢 在我右手边这一组 你们叫什么名字来着 活力四射组 活力四射组啊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三个 我们叫颜值与才华组 最左边的三位师兄师姐 你们这个组叫什么名字 五股杂粮组 好嘞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到前面的小村庄 去找到三位老人 为他们打造适合自己的健康食谱 我们呢 要来比拼一下哈 看看哪一组能够最先完成任务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 好 好 咱先去吧 好 好 好 打咬一下 好 好 现在有空吗 就是跟我们聊会儿天呢 我们这有一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就是 我们是那个 农科生 我们是来自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 对 没父母 就是想 还不是跟你说 您多了 我赶紧走吧 好 行 好 谢谢啊 拍摄就是想你来放下 你就猜猜你怎么会 就是跟我们就是 两伙下 没事 没事 越错越有 有一个大爷 在我们走近他 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他砰的一下 就把那个大铁门给关过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是 比较沮丧的 然后也有一点尴尬 因为毕竟被人家拒之门外了 我心态特别好 就算是别人拒绝我特别多次 我也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一个 能够配合我们 然后帮忙的老人 下一位吧 下一位吧 好好好 走 你好 我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 然后想来 就是采访您几个问题 你看可以吗 可以 这第一个就特别好 因为我们是研究小麦的 所以想问您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您知道这个全麦粉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全麦它当然那个是好 它这个什么 咱们容易消化 对 那您平常有没有注意 吃杂粮之类的东西呢 是啊 小米儿就是最平常的了 小米儿 大将您看您有时间 下午来我们实验室 我们给您做一个身体体健 您看方便吗 身体体上哪儿 上中国农业大学 够巧 够巧 那好吧 那谢谢您 谢谢 其实挺尴尬的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采访 当时挺有信心的 还感觉能完成 就要拉志愿者 来让他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做实验 难度感觉还是挺大的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没有 挺上头的 就感觉平时也不适合 这个陌生人打交道的这种环境 我感觉还是紧张了一点 如果是放松的人和人的交流的话 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这条道上怎么也没有人呢 是 去个人多的地儿 大爷您好 打扰您 打扰您 我们是中国农大的学生 能耽误您点时间跟您聊几个问题吗 可以 大爷您今年年龄多大了 78 您都78了 六 对 78 78 对吧 您在那心里面觉得自己才六十 您要是有时间 您会跟比如说其他的爷爷奶奶一块 跳个广场舞啥的吗 也会 也会 村里的舞龙 舞龙 对 我们这儿讲 跟您有一个邀请 想请您到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面去 给您评估检测一下 您的身体指标身体状况 然后给您定制一个健康的食谱 您看您有时间吗 我没时间 您没时间 我刚锻炼我不用您平常 平顾什么我健康 您是经常爬山是吗大爷 我 对啊 我 你看我 你看我 这身熟了 对吧 我喜欢锻炼 其实我就看到您这个肚子了 我对这个健康我也有一定的概念 那大爷 中农有一个实验站 就是用仪器来对您进行一个更全面的 一个评估检测 给您一些合理化的食谱建议 想邀请您去 您看 这个有谱没有 我多可 我可这 多有谱了 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专业的一切设备 而且我们本身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个学习的 真的 就关心你这是真的 我 我 我还是有兴趣 这个去 嗯 听听你们这实验 反正我这 确实 你就这么多年也这么锻炼 真是没瘦下来 那我有兴趣 行 好 太感谢您了 太感谢您了 哎呀 时间过得太快了吧 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 前面有个叔叔 我们采访一下他 对对对对 叔叔您好 叔叔好 实际我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 然后我们想邀请您参与我们一个实验 好 你看方便吗 什么实验 我们主要是想根据您的健康状况 来对您的饮食进行 一定是一个饮食计划 那要多长时间呢 大概一个下午 去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 你看可以吗 那好啊 那这个对我们很有好处 太棒了吧 太棒了 终于完任务了 那我们走吧 你们走吧 好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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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得找回来的 而不是找去的 那个 对吧 这行啊 咱们说个这个 行啊 您好打扰一下 怎么着 简单的就是两会儿今天就是 想知道一下您平时就是 就是膳食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 相识的建议 对 就是吃东西 对 奶奶 走 咱们走 行行行 那走吧 打扰一下 这是我们现在是正在录影 我这打了车 我要走了 没事没事 谢谢你 拜拜 阿姨你好 打扰一下 就是下午有个实验 想要求您 跟我们去坐一下 我现在有点事 咱们这个就是 有一些专业的设备 可能就是评估一下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态 做一个体检 对对对 相当于就是一个体检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 那正好 对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 就是比如说 如何降压的一些 就是饮食上的建议 对 那这个倒是挺好的 嗯 你考虑一下 看有没有时间 是啊我考虑考虑 我想我能不能抽出时间来 这大概要有多长时间 可能一下午吧 一下午 阿姨 咱们这个检查很简单 你不用这样耽误这种时间 对啊 什么都对您好呢 或者就关事 什么的 行 要不然这下午跟你们一块去一趟 太感谢了 那你们先跟我们一起走吧 好吧 对 经过我们一上午的寻觅 每个组都锁定了自己的任务目标 比如说我身边的五谷杂粮组 他们找到了吴叔叔 欢迎您 那么我们是才华与颜值组 我们也找到了才华与颜值并存的秦叔叔 在我的右手边活力四射组 也找到了貌美的李阿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城 去开启我们下半场的任务目标了 走吧 保累 老人已经好不容易找着了 咱们为了快速给老人一个饮食建议 咱们坐下来赶紧讨论讨论吧 针对这些老人呢 首先我觉得应该对老人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 我们给他一个膳食建议 我觉得可以先问一下老人的饮食习惯 运动情况之类的 对 他们有没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这种三高慢性病 吃药的情况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提一下 针对这些基础性的了解之后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专业的仪器 对他们进行一些检测 给出具体化的一些指标 时尚世界我们可以分个组吧 好的 那要不我跟思源就 吴先生吧 吴先生 行 那我们俩给我李阿姨做吧 那我只能一个人负责秦叔叔 行 然后我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先跑个腿把老人带过来 那你们先讨论一下 行 那我先走了 辛苦了 没事 好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已经邀请到了三位叔叔阿姨 现在就是我们的问诊过程 我们能了解一下叔叔阿姨平时的饮食 运动 生活 习惯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设计出更加有针对性的食谱 那我就先提问了 好 我就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 就是平常有没有什么蛋糕啊 糖尿病啊 这些慢性病 高血压 还有 高血糖 都有吗 高血糖 那秦叔叔一说 李吴叔也这样拼拼点头 李阿姨也点头 嗯 那平常有按行吃药吗 吃完饭再平时干干啥呢 咱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东西 尝到消化怎么样 巧样什么都能嚼 我得瓶子嚼做我们 有上一次的成价 还是我二多岁的人 是吧 再问一下叔叔阿姨 臭不臭秧喝不喝酒呀 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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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小镯 鸡鸡 基本一种喝半斤吧 哎呦 哎呦 鸡啦 鸡啦 鸡叔叔脸就写两字 四个字啊 能吃能喝 保持运动量都是在一万步以上的 我喜欢骑行 基本上是十公里面 多多家务啊 多多饭啊 好像也不想动了 阿北好吃嘛 那要把杯子少吃 要喝点杯吧 不太爱喝水 到单位还是喝茶 一个人你像什么红烧肉鸡腿 带鱼的 这都可以咬 吃的也不少 是吗 但是说说话 吃的比较少 中午晚上呢就是吃的那个炸粮米饭 蔬菜方面呢就是 也是按照到糖尿病的意思 就够要求的 多吃蔬菜 对 我觉得刚才听吴叔叔介绍以后 我觉得这一项生活非常规矩吧 那我们呢还有没有办法 帮我们叔叔再做一些提升 和提升优化的 咱们一会儿就会请叔叔阿姨 去做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检查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就会给叔叔阿姨提供一个更加精确 更加优化的一个食谱的一个设计 相当好 是吧 那我们要加油 加油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一个测算 在慢性病的预防上多投入一块钱 那么治疗呢就可以减少8.5元 也可以减少100块钱的抢救费 所以说食品专业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会教会广大的这样一个群众 怎么样去在饮食的方面 能去预防一些慢性的疾病 达到一个更好的健康的效果 说不定您做完这些之后 大鱼大肉都不能吃了 天啊就是老了 阿姨皮肤挺好的 挺软的 半年不能瘦不能瘦 瘦回来我给你买 我给你发红包 我给你发红包 学计算机的不一定会修电脑 学汽车的不一定有驾照 那每个学食品的回家 出手就是一桌满汉全席吗 这有点为难我 刀工不是很熟练吗 对不起 就完全是那个叫做烹饪 那个跟食品完全不一样 烹饪关心你的味蕾快不快乐 食品学科关注的是人与社会 在吃这件事上的一切问题 为了让大家吃的安全 有团队投入成倍精力 把大型实验室才能做的 沙门氏菌检测 浓缩成一个小小的试剂盒 这个是我们团队研发的 一个小试剂盒 是只会和沙门氏菌发生反应 本来它应该是用一些 大型仪器做的一些实验 我们通过先进的纳米技术 变成了低成本的快速检测方法 未来带进千家万户 成为一种可能性 想知道怎么吃的健康 有些团队把自己大量的时间 都投给了实验室里的动物们 我们的人和他们得病的机制 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我们人类的 他金森症 阿尔兹海默症 还有这个自闭症 今天的食品学科 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可以说当今的 你只要能够想象的 高新技术 都第一时间地 渗透到我们农业 也渗透到我们的学科里面 包括像合成生物学 人工智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区块链 大数据 分析等等这些 都要涉及到 食品专业应该说 是我们在学校当中 用人需求极其旺盛的一个专业 毕业生当中的70%左右的学生 去进行深造 那么还有一部分同学 到我们的政府机关 去食品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从事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 还有一部分同学 他们到我们联合国量农组织 去实习任职 我现在就读于食品科学 营养工程学院 我的研究方向是海水产品中 胡菌属细菌信号通路 上下游分析 目前的研究方向是 蛋白质功能多态的开发 未来想做一名食品工程师 未来想继续攻读博士 为国家的快速检测方向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中国老百姓 制造出物美价廉的健康食品 事实上 学食品除了喜欢吃 还可以有很多理由 我特别喜欢农大的校训 它叫解名声之多尖 于天下之音彩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农科生 应该要有的品质 平凡其实也能造就伟大 我想为食品方向 能够切实地提供一些帮助吧 我是希望我们中国人 不仅能吃饱 而且还能吃好 民以食为天 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训诫 这片天承载着 中国食品人的梦想 也会绽放出 中国食品科学的未来 好嘞 师傅您先来这边 我们先在这个椅子上坐着 把鞋袜脱了 先测我们的身高和体脂 接下来测一下血氧的程度 对 这样您放往上 那现在咱们这个 无数数的检测报告 都已经出来了 好嘞 谢谢 无数数已经测完了 我们请下一位叔叔来测吧 这就是要做什么 那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动脉妆硬化检测仪 您快躺下吧 说不定您做完这里之后 大鱼大肉都不能吃了 是不是 我很年轻 各位您可能要稍微去一下咱们的腿 秦叔 行行 秦叔 咱做完了 好嘞 好 往里了 放松啊 秦叔叔 咱们这个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这结果什么意思啊 咱这个检测值大概就是在1600左右 正好咱们也配了一个模型 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血管弹性 这是我现在的这个值 对 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年轻人的 看有什么区别 我的天啊 就是老了 您再摸摸这个 您就感觉您那个也 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还有这么硬的呢 是的 那我还算属于年轻的一系列 那李阿姨这个就是检测一下 咱们这个精细态下的一个代谢率 您扶我不行 好 行 好了 我可以点结束了 可以把阿姨的这个五花大芒给做下来了 来来来来 我们先扶一下阿姨起身 好 可能会勒出有点硬子 阿姨怎么样 有不舒服吗 还好还好 我这硬子还挺多的 阿姨皮肤挺好的 挺软的 叔叔您好 咱们这个呢是进行一个人体成分的分析测试 今天是对一位阿姨制定了一个食谱 今天是对一位阿姨制定了一个食谱 就是我想请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或者是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你好 我给你一个叔叔设计了一个食谱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点 好呀 你拿个豆子出来做吧 好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叔叔设计的食谱 然后那个叔叔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有点胖 然后还有糖尿病 早餐我给他设计了一个南瓜叶脉粥 给他加了一个鸡蛋 就是给他补充这个蛋白 设计食谱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一组 然后呢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在请教老师的过程当中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也指出了我之前设计食谱上的一些小问题 最后能让这个食谱能够更加的适合老人 因为这个叔叔你刚刚说有糖尿病 对 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建议吧 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跟糖有关的 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什么无糖的一些食品 你可以告诉这位叔叔我们可以去看标签 一个是他的那个成分表 我们看不到他加了果糖 蔗糖 但是他可能加了胡筋 或者是一些什么糖浆 除了配料表就是一个营养成分表 就是里面的碳水 油脂 蛋白 它含量分别是多少 再就是运动 要注意每天都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 然后对根据自己的身体 然后另外就是 现在很多都说要减肥 但是并不是说我体重降了就一定是好事 所以一定要及时做体检 那他的话有糖尿病 还有及时地观测 他的这样一个血糖的指数 对 还是血糖指数 你给我讲讲吧 这方案出来了 对 叔叔 那我给你讲讲 就这几个孩子里的 我就决着你喝 谢谢叔叔 你好好给我说说 那没问题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报告 这个体重和脂肪都还有点超标 要说明咱们还是需要减减肥 减肥 好棒 然后看了这个血管的情况 虽然是比健康的相比高一点 但是还是挺好的 那我现在给叔叔介绍一下 就是我设计的这个食谱吧 好的 那首先呢 一个原则呢 就是一定要饮食清淡 少油少盐 毕竟你有高血压 对吧 嗯 首先早餐呢 是建议一个南瓜燕麦粥 然后就吃这个鸡蛋 鸡蛋可以不吃鸡蛋黄 咱们看这个午餐呀 之前说了要这个粗细搭配 然后黑米或者是这个红米 咱们可以来二十克 胡萝卜死 青椒死 金针菇死 那晚饭呢 咱们可以来点这个麸皮馒头 也是青菜啊 油菜啊 香菇啊 那最好呢 咱们这饭后还是能多散散步 这个是一个重点啊 就是加餐 那为什么要加餐呢 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嘛 它就是怕这个生糖太快嘛 那么我们有这个研究表明啊 如果能在饭前半个小时 吃一个苹果 那么你吃同样的这个午饭呢 就生糖会比较慢一些 就起到一个减缓这个 这个生糖的一个作用 所以 是吗 可以 叔叔可以在午餐半前半个小时 吃一个苹果 就可以有效的去减少这个生糖 行吗 叔叔你看这样可以吗 好嘞 谢谢 我会认真的按你这个 给我这个配方炒菜的这个方法 我去吃 我看我能不能坚持 半年 不能瘦不能瘦 瘦回到我给你买 我给你发红包 我给你发红包 叔叔就是我们结合您这个报告 我们对您这个报告会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们就给您设计了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食谱 关于大家早餐呢 其实也刚才听到您说过 咱也是会喝牛奶 之前也询问到了一些您可能有一些高血压 那么首先针对这个高血压呢 它肯定是要少盐少油 然后就是适量的去摄入蛋白质 早餐就是牛奶啊 鸡蛋啊 然后还可以去摄入一些 能为自身带有一些糖尿病 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老人 定制健康食谱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蛮有成就感的事情 尤其是看到他们 对于我的食谱的认可 然后以及我对于他们 可能在膳食上有一些切实的建议 就对我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说 是一个比较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输出的过程 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边看您的这个血管情况 其实这里您是不是平常 会翘二郎腿啊 会翘腿之类的 好像是 对 因为这边看您的这个左腿 它的那个血压值 其实是比你右腿要高的 这可能就是因为您翘腿 有带来的一些影响 所以就希望您可能 要多一些散步呀 多一些活动之类的 您可以和您的伙伴一块 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对 这样锻炼锻炼一下 今天他们给我订的这个食谱 还不错 挺好的 而且还把我这翘二郎腿的这个 都给我查出来了 医生对我们指导的就是 用药方面的指导比较多 今天呢这些孩子们就是 这个隐私方面 对我们也指导的比较多 然后老吃这个 我也怕这时间长了 也吃烦了 以后有机会还找他们 再给我调整调整 今天我来挑战农学院的网球王子刘一杰 今天我来挑战农学院的网球王子刘一杰 开始吧 好 第一分手开始 好 第一分手开始 好球 好球 这段别不忘了这段 一个人走 不然呢 通过是 达家 好球 来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绝胜一圈 最后一局 最后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决定 最后 最后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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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葡营 好吧 加油 师兄 加油 加油 好好好 喝水 诚哥喝水 谢谢 双子星的对决开始更胜一筹 好球 漂亮 好球 漂亮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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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不一样 起来了 一周耀强的中国男人 中国男人 好球 好球 漂亮 好球 好球 打完球之后 我觉得这打球 比做实验还累 辛苦辛苦 这喊得又加累 但坐下歇会儿 好好好 我跟年轻人打球 我是真打不动了 真没想到 思远 实验做得好 打球还打得正好 佩服 我们是打的 厉害厉害 真的 咱们平时除了做实验 除了做科研写论文之外 在校园里面 业余时间还干点啥 飞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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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也就适合在校园里面玩 还有啥 东区 它们那边有一个草坪 然后大家有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五一的时候 大家会出去唱唱歌 在草坪上 演餐 演餐 对 做了三张瑜伽链 对 太棒了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上大学读研究生 你们都不谈恋爱吗 对 好像问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话 尴尬的 你没有听过那个什么 寡王一路硕博吗 对 寡王 寡王意思就是说 一路单身到博士是吗 对 那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统计 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单身的请举手 我没有 我天 只有我和孟露师姐没有举手 来 请孟露师姐 公布一下自己的情感状况 我以后 天哪 师姐的节奏 大家怎么不能加快点步伐呢 向师姐学习 向师姐学习 学习 你说在农大上学 大家都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那你们后悔来农大读书吗 不后悔 不后悔 家里人都支持你们学农吗 一开始肯定不支持 不支持 对 我认为大部分人学农 家里边人都不支持 一开始我爸妈也不支持 然后后来慢慢地 一路读到硕士博士 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专业真相以后 他们现在非常支持我 开始有观念的转变了 对 像静静是已经锁定了工作 语文是锁定了自己 未来三年的学业 其他比如说正在读硕士 正在读博士的同学们 大家对未来会有一些迷茫吗 研究生的生活真的跟本科生的生活 那么不一样吗 本科生应该是处于一种快乐的学习的状态 而研究生是处于在工作状态下的学习 肯定就是比本科生的压力会略略大一些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 怎么样处理好与导师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好像就怎么说没有太大的这个烦恼 因为程南老师就是我的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好的一个老师 在面对实验师法之后 如何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强大的心脏 脸皮够厚 心脏再更强大一点就可以了 我想问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去平衡科研和娱乐 能够收获自己想要的科研成果的同时 然后做一个会玩 爱玩的研究生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该玩玩 因为我们科研跟玩也不冲突 科研的时候你尽全力地去搞那个科研问题 玩的时候你是非常开心地去玩 其实两个还可能起到一个相辅相成促进的作用呢 关于自己的一个饮食方面 是比较注重自己的饮食搭配的 未来有没有可能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呢 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一个营养师 能不能成为营养师 我不能确定 因为这与我的专业还是有一点差距 我现在的困惑就是 我到底能不能顺利毕业 我都没有急 他骑什么呀 只要跟着老师好好干 我们两个一块努努力 这两年一定会没问题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专业 并且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农学专业 什么时候能从冷门专业变成热门专业 可能是大家有一个误解 其实学农它不仅仅是种地 我们也会去实验室 去做一些分子生物学实验 以后想下地的机会 确实也越来越少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农学 现在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了 所以说相信它也会 渐渐地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 假如我能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如何来协调好科研和工作的关系 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永远是一堆矛盾 因为你要把工作做好 你才能够有安身立命的基础 你要生活好 你才能够有健康的心态 你才有幸福的人生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所说的文武之道 一张一刺 对于工作和生活 一定要同等重要的来进行对待 这样能够相互促进 做好平衡 以后再有亲戚朋友问我 我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直接让他们看这个节目 我希望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自己的一个营养师 更多的人 然后能够看到我们农科学的 真实的一个工作学习的状态 当传统农业遇上年轻的农科生 要草坪草坪的 当古老的品种碰撞全新的科学技术 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此展开 这个群体被大众所好奇 因为他们神秘 加油 地上 这风景还是挺好的 他们的生活日常是这样的 都是我们自己一粒一粒播种的 都搅成镂空的了 他们的科研学习是这样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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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动手能力是这样的 好难啊 不用害怕的 我们可以随便拿着吧 我们的炫不在外表 在内心 我们的炫不在穿着 在记忍 他有名的吗 这种物质 走往前走啦 小黑 拍拍 我们炫在中业 炫在生活 炫在内来 二月自我 我们最炫 要是飞飞是吧 尽求开学季 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 最炫农科生 双向奔赴 绚丽开启 为你而来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当中呢 我一直和我身边的八位中国农大的农科学子们朝夕相处啊 我们一块做实验 一起下地干活 一起逛超市 一起搭配营养食谱 忙的是不亦乐乎 经过两支参赛代表对大家共同的精诚配合 我们终于完成了最炫农科生导演组 布置给我们的全部任务 那这样呢 我要代表节目组 向每一位同学的优异表现 表示最最由衷的感谢和恭喜 谢谢大家 我们最炫农科生到这里 也就要快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那么几位同学还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那我先说吧 通过这次节目呢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 以后再有亲戚朋友问我 我是谁什么专业的 我直接让他们看这个节目 那我们来加油一下 好吧 一 二 三 加油 力长长 力宽宽 力力饱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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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了 大意了 我在这个节目里感受到大家对于食安和农科的支持和热情都是相当的大的 我觉得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真问题 我们农学生要做的是什么 做实验 学知识 脚踏实地啊 当我真人认识地和我的小伙伴们把那个食谱做出来 然后递给叔叔阿姨们的时候 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帮助给了他们 然后让我感到一股莫大的成就感 配了一个模型 你可以试一下您的血管弹性 大爷您好 请问您现在方便就是 通过我的专业知识 我帮助到了老人 让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就能够接地气 所以说我觉得受益匪浅 所以正在这么一个情况呢 我们就给您设计了一个食谱 一直是指点的教掌 我看我是年龄优势取胜 就是食品跟我们每个人 不仅是老人 都非常息息相关的 我希望未来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营养师 特别有趣的一个事 学完食品之后 我们来一盘青菜 都不叫来一盘青菜 就说上一盘维生素 通过这次节目呢 让我们更多的人 然后能够看到我们农科学子 真实的一个工作学习的状态 然后也切实地体悟到了 农姨实为天的真谛 通过经营编辑呢 能够缩短一种年限 最重要的是呢 经营编辑呢 能够提高产量 喂 农姨 老师 当场就是我的老师 让我收获最大的 就是认识了非常有趣的 一些朋友们 以及非常敬业和有趣的 我们工作人员 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 双子星的对决开始 加油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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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认识 这么多优秀的师兄师姐 我也希望我以后 读研究生的时候 也能像师兄师姐们一样优秀 福州 又称荣城 这里封存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也滋养着农科因底质疑的前沿研究 最炫农科生走进福建农民大学 一起去探讨农科领域里 一个独特的本科班级 乡村振兴班 在这里 四位农科生将与主持人一起 迎接一场全新的挑战 3 2 1 闭上 半小时沉浸复习 主持人能否通过入班考试 老师好 欢迎体验这个乡村振兴班 陆学兴班考试 随堂讨论 化作自由辩论 没上过辩论厂的他们 如何随机应变 您刚刚已经承认了 主体是最重要的 所以第三次 等一下就是颠倒了黑白 因为我们村民才是主体 中华植物园神秘探寻 看农科生怎样克服 阿海勞珍 应该在那个方向 通过了吗 面对跨专业跨领域的 各学科带头人 他们能否成功调研 前沿成果 白方整齐 就是如果你们可以 从糖粉里边 筛出20只丰满 就认为考核合格 走出校园 走进市场 走入乡村 要把他撒均匀一点吧 两地调研 他们如何在48小时内 举行一场连接城乡的 特殊集市 加油 讓我们走进福州 一起聆听福建农林大学 农科生们的故事 再现农科生 再现农科生 嘿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最知道 我研究量是大平衡 直到小麦和玉米 我会让他们都了共事 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最懂他 我尽全分析他很酷 他一哭就是不舒服 我如猫如狗也很酷 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不跑地 我研究改良大农剧 各种插阳全自动 变形金刚也没他哼 嘿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不在家 青春烈水只夸 想想该法靠几天 我有贡献一只笔 嘿嘿嘿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片叶上 吹烟在心间的烛房上 吊荡 小鹅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汤 一天到海 哪个一天到凉 十里有河汤 十里一国乡 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不调网 新西工程又出广 新西农业高科技 数数都有活动的 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不种草 就算不想任我跑 一步一荣不放弃 只此情侣最得意 重点了重点了 嘿嘿 好长 二一会儿 我们时时大膽 和着天眼上升 火 为好富与 为好勤王 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不毒我不光 我能陪你看夕阳 嘿嘿 我是农科生 我不暂我不张扬 超级脆罢被我教 嘿嘿 我是农科生 天间地狂 我有神灵 嘿嘿 我是冬科生 山川河流 我有飞行 嘿嘿 我是冬科生 我为百姓 别为苍生 嘿嘿 我是冬科生 我要为祖国尽其中 嘿嘿 我是冬科生 最善大 最善的 超声 我就是最善的 冬科生 我就是最善的 最善的 冬科生 没有我们的家乡 我就是最善的 冬科生